两人在搀扶狂奔 女人一口鲜血吐在地上 不知为何她推开另一人 示意她快跑 这人没跑几步 下一秒 这是因为末日来临 丧失病毒席卷全球 所有无症状感染者与健康者 都被单独隔离 私自逃跑或者出门寻找食物的 均被射杀 被隔离者要保证 作息规律 健康饮食 坚持锻炼 如果有无线网络 那简直就是传说中的神仙日子 每天都有小黄人来送食物 周围山林环绕 青山绿水 鸟兽长鸣 男人在屋子里隔离了两年多 见到最多的就是小黄人和无人机 固定的时间 他要做对应的事情 抽血 到指定的地点取食物 家里的电话从未响起过 男人每天说话的契机 就是与妻子视频通话 妻子现在是科研人员 负责研究疫苗 男人的血才是研究疫苗的关键 他两年来一直处在无症状的状态 说明男人体内有抗体 如果疫苗研制成功 那么全球的感染者都会受益 所以男人要做的就是 保持身心健康 提供血液样本 才有希望与家人团聚 百无聊赖的男人 使用家里的电话机解闷 他按照电话本逐个拨打过去 可是从未有人接听 这说明外面的情况越来越糟 多一个电话未接听 就说明这会人家被感染消灭了 有一天电话响了 男人欣喜若狂的接起来 男人却问你是谁 男人回是你打来的电话 突然闹钟响起 跟妻子视频的时间到了 电话那头直接挂掉 顾不得怅然弱势的感觉 男人去跟妻子视频 可是久久没有得到回应 这已经是妻子第二次失联了 之前妻子没有上线 男人还怀疑想要去寻找 可是即便出门 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去 而且妻子之前叮嘱过 黑一天就不要出门 外面很危险 还有小黄人一直在看守着男人 不允许他有一场举动 男人也就放弃了 心想妻子可能只是过于忙碌 没有上线 下次视频再联系 可是今天依旧没有音讯 男人有些慌了 各种猜测在脑海浮现 让他心烦意乱 妻子现在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 这时门外多了一个闹钟 与男人家里的那些一模一样 他拿起闹钟 妻子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转身又不见了 一闪而过的画面 妻子惊叫起来 吓了男人一跳 他从梦中惊醒 发现都是幻想 失落不已 男人耳边突然响起 女人的唾气声 他来到电脑跟前 看到妻子的画面 瞬间消失 只能怪自己昏睡过去 错过了视频 但得知妻子并未失联 就放下心来 此后继续重复 朴华无实 枯燥乏味的生活 一天生活出现了小小的变化 送来的补起食物都是肉食 让男人崩溃不已 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这相当于要饿死他 他也收回自己的血液样本 表达愤怒 大有一种用血换食物的意味 晚上妻子的视频电话打来 他知道的男人 今天没有提供血液样本 责怪他 应该为了人类的希望着想 放弃个人得失 男子对妻子的话 言听计从 说什么是什么 不要不理我就行 说着他就抽了一大包血液 送出去 隔离久了 男人都变得卑微了 每天就那么一点念想 不能被打破 反悶之时 他想起了那天打来电话的人 重播过去 这让他的隔离生活 开启了新篇章 那边的杰克接起电话 说出了外面的情况 几乎全球都被丧失病毒 蔓延到了 现在是人类少 丧失多 食物补给早就断了 杰克听男人说这里 一切照旧 想要投奔而来 男人不是小气 不愿意分享 会被感染 杰克却问 你确定自己真的被感染了吗 这个小小的问题 打开了男人疑惑的大门 他的确从未检验过 自己的样本 也从未看到过检测报告 第二天男人决定 进行一次冒险 他全副武装 观察着无人机巡逻的动向 偷偷跑到了另一处住宅 找到了测试病毒的试剂 急不可耐地将血液滴进去 然后想悄悄返回家中 神不知鬼不觉 不想途中遭遇危机 一个胖胖的丧尸朝他追来 男人面目全非 严厉只有对食物的渴望 男人在前面跑 丧尸在后面追 越来越近 千群一发之际 丧尸突然倒下 他被一只弩箭射中胸口 是小黄人出现救了男人 丧尸还在咆哮 小黄人又是一发弩箭射出 郑重眉心 丧尸没再起来 男人经历了两年来 从未有过的心跳 亮相地跑回家 等待心情平复下来以后 打开试管查看 结果显示他并未感染病毒 这才是真正的头皮发麻 背后一凉 这两年的隔离生活算什么 自己是变成小白鼠了吗 他发疯一样的 摔碎了所有闹钟 可惜就算砸烂所有的钟 世界也未曾停下一秒钟 时间一到 妻子的视频电话照常打来 他埋怨男人到处乱跑 才导致身处险境 得知对方遭遇丧尸袭击 妻子百般询问是否被咬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 妻子心平气和的开导男人 他说要有希望 疫苗研究工作即将突破瓶颈 很快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虽然现在有些事不能说 但胜利的曙光在招手 未来充满希望 好像传销洗脑的一般说辞 这次男人没有被说动 他表面应付过去 第二天一早 手拿斧头戴上渔夫帽 再次躲开无人机 男人要决定自己的人生 不再接受圈养 走在茂密的森林里 男人看见了两顶帐篷 提着斧头壮胆一探究竟 却看到此处苍衣密布 肩下染血的毛巾 看到恐怖的一幕 尸体的面罩上插着一支箭 看来正是影片开头被射杀的情侣议员 这是由小黄人接近 无人机也在上空盘旋 男人赶紧躲起来隐蔽自己 过了一会儿 四周寂静下来 小黄人回到帐篷内 男人跟上去吓了小黄人一跳 他正在给自己书血 两人四目相对 小黄人竟然是妻子 男人想要一个完美的解释 妻子说 他是清除计划的议员 负责保护隔离人员 并且杀死被感染的人 如果没有他这样的人 没被感染的人 都会马上变成丧尸 那时人类将不复存在 你只是在隔离房里生活 我却为了你在战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而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看到男人手臂被划伤了 妻子送上了官妾的眼神 这眼神貌似是吸血鬼见到血 男人不再无脑相信妻子 他扎破妻子的手指 采集到血样 然后迅速关上门 把血滴进试管 结果不言而喻 男人给杰克打去电话 让他赶到自己的隔离地点 如果妻子无要可救 身边能有个人也是好的 不然还如何活得下去 他回到帐篷 看到妻子的视频文件 他早就被感染了 但是有男人的血液供应 还没有发作 这样他与那个清除计划的组织 打成共识 每天扮成小黄人 负责保护丈夫的安全 同时提供新鲜的血液给组织 妻子也能拥有一些血液 压制变异 男人打开家中的视频 看到妻子已经眼神锐利 趋于变异 他必须赶快回到妻子身边 给他威胁 偏偏就在此时 无人机发现了男人的踪迹 开启毒气模式 男人瞬间呼吸困难 无法自持 他戴上防毒面具 恢复呼吸 想用弩箭射下无人机 对方却直接飞走了 等到男人回家途中 无人机再次出现 男人用弩箭射击 完全是徒劳无功 接下来的镜头更是夸张 无人机靠近男人 划破了他的手掌 使其掉下山崖 浑身是伤 男人记挂妻子 艰难的回到家中 可是妻子不见了 他先包扎好伤口 提着灯在屋中寻找 这时身后的妻子发出声响 但那声音如食人骨 恐怖极了 妻子眼睛全部变白 彻底变异 男人屏住呼吸 一动不动 妻子在背后抱住了男人 突然闹钟响起 妻子瞬间目露凶光 失去理智 张开血盆大口 朝男人咬来 男人拉开窗帘 阳光时妻子恐惧 蜷缩到无光的角落里 原来这丧尸的设定 害怕阳光 一晒便会灼伤 接下来的剧情开始荒诞起来 男人很是忧伤 他45度角仰望天空 想要把妻子恢复原样 于是他拿起针管 要给妻子威胁 妻子闻到血液味道 变得狂躁起来 眼神更是充满杀气 一片乌云遮住太阳 妻子直接袭击上来 男人刚逃到门外就被扑倒 他用忧郁的眼神 深情呼唤着妻子的名字 你猜怎么着 爱的呼唤 唤醒了妻子的理智 他就这样清醒过来了 两人深情相忧 男人大动脉里流淌的血液 刺激着妻子的嗅觉 随即一口咬了下去 妻子因此恢复成人样 他看着受伤的男人自责不已 原本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丈夫平静生活 最终却是自己咬了对方 他无法面对男人 更不能面对自己 生无可恋的走进阳光中 妻子皮肉瞬间灼热燃烧起来 最后只剩一副驱骨 两人倒在草坪上 天空飞来几个无人机 画面一转 男人开始惧怕阳光 他也被病毒感染了 现在妻子存缝的血包 才是他的食物 吃饱之后 他挖起了深坑 想要将自己和妻子 一同埋葬在这里 等待太阳晒过来时 空中的无人机再次出现 全剧迎来最高能反转 下一个镜头 杰克来到了男人的隔离屋 看这里应有尽有 他可以不再忍机挨饿了 闹钟响起 视频时间到 杰克坐在电脑面前 视频对面出现了男人 他的精神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自称阳光博士 因为他妻子成功研发出疫苗 所以他接种后离开了隔离屋 但是疫苗还不稳定 需要杰克这个无症状感染者 提供血液样本继续研究 等待结果理想时 大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并且铭记杰克 为全人类做的贡献 全篇完 《灭亡》是全新上映的丧尸片 不同以往的血腥残暴作为卖点 此片走起了悬疑路线 整个是一部剧情片 丧尸的设定彻底变成了吸血鬼 隔离设定又映射大环境下的疫情时代 只是当丧尸变多 人类变少 无疑人类就成了食物 为了让食物不受污染 且能源源不断的提供新鲜血液 必须要将它们进行圈养 因为怕见光的属性 小黄人将自己的全身都包裹起来 餐桌的主人也从不出现 使用无人机侦查控制 这说明丧尸拥有了智慧 并称霸了全球 最后是成为盘中餐 还是成为餐桌的主人 男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全篇丧尸袭击打斗尽头极少 大家奔着这个来的可能会失望 剧情方面就比较平淡 全靠最后的谜底揭晓 高能反转之称 也许这就是说 人类成为病毒的食物或者宿主 是摆脱不了的宿命吧 今天的影片讲到这里 我们下部电影见